大家再來講 我是把這個問題真的點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很嚴重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很嚴重 告訴大家所有官司都打不完 而且我曉得你們的樣子 但是我是鄉下長大 我們碰過很多的問題 你們現在都市就想 我的大樓有建設公司一倒的時候怎麼樣 那我為什麼會 堅持說這個觀點 全你們也注意一下 像台南那一棟怎麼倒下來 旁邊沒有倒 我判斷這個有問題 那如果你在地震的地方 那斷層帶的時候 整個房子倒下來 你要怎麼辦 其他的地方要倒 他馬上可以告 建設書 馬上可以告 替他蓋房子的人 一定要給那個斷層帶 你有多強都沒有辦法 隨時跟你挑剔 我都有辦法 把你整個都凍結掉 我不是為什麼人說話 但是在這樣的狀況 會造成民眾矛盾 互相檢舉 互相告 你永遠記得這樣 我跟那個陳委員稍微說明一下 大概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 47條之二 他沒有改變 一線刑法 實體上面 要負責任的要件 跟實體的內容 完全沒有變更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提起的是一個毫無道理的訴訟的話 不會因為這條的增加 而讓你變成勝訴的當事人 不會有任何改變 那第二個 在完全按照目前現行法令請求權要件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第一項所定的只有贊免 而不是免除 那贊免代表是什麼意思 贊免代表是 最後訴訟費用的負擔還是回到原則 有敗訴的當事人負擔 那因此你如果要濫行的提起訴訟的話 最後你還是要面臨要負擔訴訟費用的結果 你贊免的時候我不曉得贊免要多久 你如果要提起訴訟 要讓法院哪一個地方先去論定一下 你提的有沒有道理 如果沒有道理啊 你法令吼 有落落洞 哦 幾百條 哦 今天為什麼你講 因為處理民眾的案件非常的多嘛 就讓民眾隨時告你一條 哦 有這條法令的意義